最漫長的一夜 最溫暖的陪伴 每日與主同行 撒穩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長 我是阿清 撒母耳記上十七章二十三至二十八節 大衛正跟他們說話的時候 加特的菲利士鬥士哥利亞 從菲利士陣營中出來了 接著大衛就聽見他像往常一樣大聲嘲笑以色列軍隊 以色列軍隊一看見哥利亞 就嚇得要逃跑 那些人問 你們看見那巨人了嗎 他每天都出來向以色列挑釁 王已經願想 誰殺死那人必斥他口囚 並要把女兒嫁給他 還要免除那人全家的賦稅 大衛問站在身邊的士兵 如果有人殺死這個菲利士人 叫他不能再向以色列挑釁 會得到什麼獎賞呢 這個信奉異教的菲利士人是誰 竟容許他挑戰永活上帝的軍隊呢 那些人就用同樣的話回答大衛 他們說 沒錯 那就是殺死他的獎賞 大衛的長兄以利亞 聽見大衛和那些人的對話 就很生氣 他則問大衛 你在這裏幹什麼 你負責照料的那幾隻羊怎麼樣了 我知道你驕傲自大 裝模作樣 你不過想看打仗罷了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以上帝的名為重 大衛被父親派到戰場上 去探望他的幾個哥哥 他聽見菲利士人 哥利亞嘲笑以色列軍隊 又聽見人說 如果有人殺死哥利亞 王必賜他口囚 並且要將女兒嫁給他 同時免除他全家的富水 大衛的心 並不在於錢財、地位 而在於永活上帝的名 在他看來 個人的得失並不重要 但是上帝的尊名不能受辱 所以他說 這個信奉異教的菲利士人是誰 竟容許他挑戰永活上帝的軍隊呢? 你的心關注的是什麼呢? 你看什麼是寶貝是重要的呢? 有些人期望得到美滿的婚姻 有些人追求物質的好處 用盡千方百計拼命爭取 也有些人自尊心很強 遭受一些誤會 或者被人諷刺幾句 便怒不可揭 大衛與哥利亞對陣 只是為了上帝的名 為此 他需要忍受輕掌以利亞的誤會批評 甚至面對犧牲性命的危險 也在所不惜 多少時候我們受了一些委屈 便怒火中燒 起來為自己身邊 但是當聽到人欲罵上帝 作羞辱上帝名的事 或者混亂真道 卻是不敢出聲 但願我們好像大衛 能夠專注於上帝 將上帝放在手為 多以上帝的名 和上帝的事為念 甘願付出任何代價 亦都不讓上帝的名 受到羞辱 我們所追求體重的是什麼呢? 為了上帝的榮耀 我們願意付出什麼代價呢? 多謝您收聽由和諧頻道製作的 每日與主同行 材料折禄字漢語聖經協會出版的 天天親近主 歡迎您在我們Facebook 留下您的足跡 明天見 拜拜